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灣基本上 我個人是覺得 台灣就是 台灣的豬肉 所以相當優異 因為 比較少荷爾蒙的腥味 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的豬農會去選擇 一個比較適合台灣的 然後跟 甚至跟美豬可以做區隔 跟國際市場 在國際市場形成一個 比較特有的 就像伊比利豬 就像日本的松阪豬 松阪豬是一個部位 就是日本很優良品種的豬隻 我想這有很大的空間 其實現在才起步而已 台灣其實有 很深厚的 畜牧業的發展的基礎 也由於台灣人 對於豬肉的攝取 那是佔比較大的比例 所以台灣的豬肉 其實 從很早以來就享譽國際 那 我記得我在美國的時候 長輩都還是一定要到 指定到超市去買台灣的豬肉 那我想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那其實 台灣的農業本來在國際社會 就有相當的 佔比 那技術上面也先進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 可以更進一步去鼓勵 那特別是現在的養豬業 那一頭豬 從頭到尾 到它的排泄物都可以充分利用 那排泄物都可以發電 那我想這是非常適合台灣 配合台灣的科技跟創新 那再續產業進一步 然後打出我們自己的品牌 那我們回顧以前 其實在因為 排泄物污染環境 以及後來扣體液禁止出口 那其實對台灣的養豬業 是很大的一個傷害了 那我們今天的台灣的 養豬的技術 讓台灣的豬肉的品質 其實是優於 優於絕大部分的 其他國家生產的一個豬肉 那另外就是說 台灣在目前 在目前其實已經 經過口體液了 我們可以出口了 然後我們其實在目前的品種 育種上面 那進一步去強化的話 我相信台灣很快 我相信台灣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